我身边的嘉宾,在要财政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伟豪,Wafi Wafi,你好 Wafi,先和大家看看恒指下午的表现 恒指方面现在跌58点,到19494点 其指方面跌13点,低水90点 国企指数跌25点,报9315点 成交额方面现在有166亿多 半日来说,成交额非常淡薄 亦看到恒指缺乏方向 欧美股市方面,上过交易日有下跌的情况 但美股仍然守稳13点收市 大家观望着今晚,白蓝黑在Jackson Hole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见到大家观望情绪浓厚 A股的表现来说,似乎大家对它来说,持续偏淡 亦未见到内地有什么新措施 恒指的表现会如何? 8月份累计跌超过1% 只望9月份,未来的表现要看着什么因素? 如果这样说,我相信在短期内看 恒指仍然有整股压力 刚才Dickle也说到 现在从港股本身成交上看 或者从俄为因素上看 一来股份的情绪比较浓 二来仍然有少少阴暗面 所谓成交方面,大家都知道 昨天是多了一点的 但前日来说都是400多亿 但其实前日大家都需要强调知道 银余和相关都有一个配股因素 银余和光大 扣减之后,大家都有300多亿的成交 到今天回来了 现在半周只有8、6亿的成交流上 现在是要看得到 变成这几天的计算 昨天有再次突破400亿 但整体的计算 成交也不算大 都是偏弱一点 所以这一点 形成了一个大家不太入市的意欲 变成第一件事 不是太深深的气 而且以来 刚才说到 未来外仍然有观望的事比较多 例如今晚所谓的 Jason Ho联会 究竟白佬方面 会有相关的QV3也好 会有相关其他救市措施的言论 大家有观望 甚至下星期欧央行议息 甚至12号 德国方面的一个ESM的宪法等通过 这些都需要留意 所以未来短期内 正是外围都比较多因素 这一刻 另外港股都比较窄幅上落 或者不是太多方向 甚至比较少少的整股局面 是有正常的 而且另外一点 比较少少的阴暗面 就是市场内地方面 不断强调的 就是想去有个救市措施 或者有个减存准的举动 但似乎到这一刻 都不断见到 股市沉低位 甚至是做的 正是做一些易回购操作 变不到大家预期的东西 这一点也令到港股 加了一些忧虑性 至于三方面 看来 五阶段我觉得港股 短期内也有个 就是叫做调整压力 甚至技术上看 更加叫做 昨晚开始 叫做穿一条五十千线 当然 今天也叫做一次是穿 但是来说 是不是这么快的判断 真的失手呢 仍然有待下个拜 先回来看 因为初段 经常是技术上看 要穿某些位 或者突破某些位 都要起码连续三天才确定 所以我建议 可以稍微留意下个礼拜初 看一万九千六 这些区间 能不能够收入 如果能够站得上去 变相都未必太差 暂时来说 上面升以大概两万点 短线目标价 暂时报二千二百一十一点 深正城市方面 暂时升三十二点 到八千二百五十二点 看到A股走势 今天来说 上升传合指数 上下区间只有十二点的波幅 其实看到内地股市来说 一直来说都是弱势 弱势之余 也都没有什么方向 似乎是持续沉底的格局 其实走势是如何呢 内地似乎暂时都未会出招 十月方面大家现在胜传 会召开十八大会议 再一个多月的时间 内地股市要怎样走呢 相信这段时间里面看 内地市仍然是弱点为主 因为跟港股开发差不多 成交比较弱 半周算 两市价格只有三百九十四亿 四百亿都不到 如果这个数据推算回到全日计 可能大约分钟一千亿都不到 成交底下仍然比较远 要升得比较难 旧市措施的时候 这一刻都真的未见到 正如GID也会扣租助 而往后这些看 亦都比较多的经济数据 现在会出台 8月份的数据 例如CPI 或者其他进出口数字 这些全部都是成为 经济上的增长指标 这些大家都有望看 正如如现在 大家开始的信心越来越低 正正来讲 因为回来 18大缓戒 大家都觉得缓戒之前 出资的机会越来越少 所以整体一算 我相信内地市都是 其实远势应该有机会 持续一点 所以我认为下面短点看 当然2000点 有望税率先 如果税率不稳 我觉得最下市机会很大 不如和大家看看 半日港股的抛空表现 长城方面 半日主板成交 港股有164亿多 抛空钩有13亿 抛空股份有337只 当中建行占最多 有10200万 占总额大概8% 占股份成交接近2成半 而港交所方面 有6163万的抛空钩 占总额超过4% 占股份成交接近5成1 中行方面 5501万的抛空钩 占总额超过4% 占股份成交接近1成3 当中头三只里面 有两只都是耐人股 耐人股 大家是否普遍都可以看探为主 的确有少少因素 始终经过昨天 公安和交行都出了业势之后 其实九只耐人股都相较出了业势 大部份看来 其实按贵表现上看 色差大部份都收窄 估计只有两只可以上升 所以这一点 已经成为后市一个比较明確的指标 可能都比较远一点 而且始终经过这一刻 是担心坏账账方面的因素 始终经过都不能够忽视很多地方债问题 未来都可能会形成这个 即是两人股不能贷款 甚至等等外向方向是不断增大 虽然过去半年 整体的增长都依然有几次令市场的惊喜 但仍然是这样也好 但始终往外看 都依然不能够排除引诱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 叫稍为近期 即是相对两人股计 走得比较平稳一点的时候 倒不如这一刻稍为股价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后市来计 可能都依然比较有一个引诱 好 谢谢 另外见到排第二位 就是港交所388 见到成交方面占股份成交接近五成一 抛衡数字占股份成交都挺高 现价103元跌了100毫日 港交所前景怎么看 市场的成交持续淡静之下 大家都有体谈它的前景 港交所方面 我相信个势头上看 其实都真的比较淡一点 当然好像基本面上讲的 传统局所说 成交近期刚才也说 大市仍然是比较偏弱 只是这一点 已经影响到港交所的盈利方面的收入 而且近期很多新股都开始打到退堂股之余 更加缺乏一些大型新股上市的时候 变成这一点另外一方面的收入 其实对港交所来说 也是另外一个冲击 所以基本因素上看 这两个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其实未来有没有很大的增长 我也觉得是有点担心的 更何况来说 始终往后一点看 大家都依然困住 就是LME方面的收购问题 究竟能否得到 如期的好贡献给港交所 其实都是一个不确定性 所以几个人想看来 在现阶市场 都没有太多其他消息去看的时候 倒不如去到同一个 以大市比较高度的股份 做一个追击的目标 这一刻记得到股份的金額 即股份的成交计 其实是比较大到五成楼上 所以都不能够排除 港交所后市有机会 市分100元的位置 好 谢谢 另外下一节回来 仍然有发达廣场的时间 会继续和Wafi 留宇治月大市的最新表现 稍后再和大家见面 今晚 zon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